《酷马5》 《酷马5》主题曲 一首大学大楼前一群师生们随着酷马音乐摆动 欢迎即将担任一首大学兼任客座教授的酷马导演王小弟立校 当小弟导演到达学校 全场响起一片欢声雷动 这位导演过大医院小医生 波利斯大人 魔法阿嬷 酷马的台湾知名导演王小弟 受到年轻族群的热烈欢迎 尤其是酷马一片拍片十项义大医院借场地 名义首董事长开然协助 电影讲述年轻人立志追梦 让义大生很有亲切感 小弟导演在义大同学热情的包围下 也看到了义大师生特别为导演跳的酷马舞 跳舞吧 跳舞吧 大家都在这里 拍拍拍拍 帮所有人都加油 让小弟导演既惊喜又感动 副胜利校长 电影与电视系主任侯尊瑶 也展现了高度热情 一起拍手舞动 让这场迎宾舞极特别又有意义 王小弟导演表示 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义大 酷马拍摄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困难的场景 就是要在这个加护病房 那因为酷马的电影里面有很多特效的部分 要在加护病房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个义大那个时候 经过侯老师帮我们争取学校支持我们在学校的医院的部分拍这个镜头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抱着感恩来来那个感谢的心情 来那知道侯老师说学校有这个新的科系 那我来参观一下 我带着感谢的心情来参观一下 一首大学电影与电视学系即将成立之际 聘请多位知名影世界大师担任授课 其中也聘请王小弟担任兼任客座教授 傅胜利校长表示 我们学校有这样新的电影电视学系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像王导演这样的 有专精的经验 而且有很好的成就的人 来给我们一些在实物上的开课的一些指导 当然未来导演假如在拍片之余 如果有闲下的话 我们也非常欢迎 如果能够来给我们课堂上 给我们的同仁跟同学给指导的话 我们更加欢迎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请到王导演亲自立临 我想大概学校的师生 包括筹备的侯老师 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也非常的感谢 一首大学电影与电视学系100学年度推增入学 即将在今年3月中旬 缴交报名表及面试 有兴趣的年薪朋友 可以上一首大学网站查询 记者邱玉轩高雄报导